慈善戒 那不得了了 那这是往生净土最好的资粮 再来就是要受十无尽障戒 这就是发大愿 就是包含所有的菩萨戒 就在这四句话里面 各位每天都会念的四红四愿 求受菩萨戒 当发菩萨愿 所以每一个佛的因地都是发愿 愿圆满了而成佛 而实践的愿力度众生 所以各位要多看大悲莲华经 悲华经佛陀的五百大愿 是最圆满的愿 那当然每一个佛菩萨的愿 都是我们行菩萨道当学的 能够以菩萨愿而修行 圆满功德 所以各位先当随我发四红四愿 而且发愿各位要有个决心 假使热铁轮一如顶上悬 今天有人拿刀子要砍你的头了 今天拿了硫酸要泼你的头发了 你都不能退转 终不以耻苦退失所发愿 连砍你的人你都要发愿 我生生世世度你到成佛 承受你的恶言 你要这样发愿 你不能说愿你干嘛 干嘛伤害我 干嘛批评我 那当然你可以这样讲 那你整个恢复世间的想法 你就不是一个菩萨的心态了 所以假使热铁轮一如顶上悬 终不以耻苦退失所发愿 所以如等经对十方 无尽三宝前 心念口言 谁我所说 所以大家请起立 所以站在大乘 每天上午都要受菩萨戒 所以你每天上午 都要跪在佛前念 这个四红四愿 这样子一样就观想 甚至各位最好在家念前面的 四不坏性 十善业 都给他乃至了三句境界 这个时间很短 但是你要不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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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老到死 都不离开这个信念 慢慢你就可以脱离世间法的痛苦 我们虽然活在世间 这个世间就有很多很多的 你没办法避免的身心的环境的痛苦 但是修行不是离开痛苦 所谓超越时间 讲的是你的心态 你的身体可能非常的痛 甚至得癌症 但是你的心态是超越的 是愿意承担痛苦的 超越的 那这样才比较 代表你有这个戒体 比较圆满 所以现在最重要是得到这个菩萨界的戒体 第二十六页 诸佛子等 如等既能发四红四愿 我当为如等起白三宝 赶发戒体 证明受戒 如等当一心善听 作意思维 各位养成这个习惯 所以善听 作意思维 闻思修 听得像背下来一样的专心 然后好好的去分析了解 思维 然后实践 当之初翻起白镜 如等当观想 十方世界妙善戒法 等于诸佛菩萨的戒体 所有善法 由心业力 因为你发心 受持 就一败下去了 大地震动 整个世界震动 为什么 因为个人跟世界 都消了无量的业障 特别你个人的身心世界的不好 都消除掉 二番起白镜 十方世界妙善戒法 如云如盖 富如等顶上 各位经常说八万灾戒 这个都很会观想 但是观想跟绝对的信心 还是有一段差距 所以各位要观想到 百分之一百 的相信 所谓 凡所有相皆是虚幻 这个世间是骗我们的 它是一个夜报的因缘 但是往往把世间的爱情 身体健康 有钱 就是当作真的 所以我跟各位 这个说的意思 当这些世间法会让你起烦恼的时候 你就代表你当作是真的 那个时候 这个事情的不好 反而是你 觉悟的忏悔的助缘 非常好 人千万不要要求在顺境 不然你就在天道 修罗道 富贵道 会傲慢 傲慢就更痛苦 所以 世间 所有的 这些逆缘 都是打破我们 我职 消除我慢 修业障 最好的方法 唯有 我们按照菩提心 去做的 哪怕点一盏灯 供个水 帮助个老人 那是我们 喂个食物 给鸽子吃 今天你拿了一把米 放在窗户 你等一下看到鸽子来吃 那是快乐的 慈悲的加持 所以要观想 而且真的相信 这个妙善戒法 菩萨戒法 在你的头顶 第三 最重要 三番起白进 十番世界妙善戒法 从儒 包括所有众生的顶门 流入身心 充满正宝 这个报不是光人 鬼道 第一 友情众生 只要他愿意 有心者 皆可以受戒 充满他的正宝 包括他是个天人 马上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他要么就往生净土 要么就成为 佛教的大护法 所以 而且 敬未来 既勇为佛种 永远不坏不失 成佛的种子 都在我们身心里面 那我想 按照经典说 我们这辈子 能够受菩萨戒 一定是我们过去 是早就不断的 受菩萨戒 在延续 特别在末法 末法 这个末法很痛苦的 比如说 这个末法 有点像你的眼睛 你的眼睛 二十岁 十八岁 看得多亮 那现在 你六十岁 已经老花眼了 对不起 懵懵 不不 末法 你只能去开刀 以后 以前不能开刀 怎么办 就是这个灯 已经暗了 就看不到 那个真相 就是叫末法 末法要修行 更困难 此事无作戒体 无漏射法 所以虽然这个戒体 摸不着看不见 但是它确实有力量 而且这个戒体的力量 是影响整个法界 不是光世界 不是光地球 这个戒体 变一切处的在影响 所以你只要身口意 任何一个造作 怀着菩提心 它一直在进化的这个世界 所以由如等真上善心所感得 是因为我们大家发起这样子的善念 愿意利益众生 你发的心越圆满 感召的戒体越圆满 所以如等当自成顶收 那现在法师要代表各位 先齐请 齐请 齐请完以后 我们就会带着各位来受戒 当然这里面念三遍 各位要真的观想 初番小野障大地震动 二番你真心的 无尽障的菩萨戒体 在我们头顶 第三遍 我们真实的得到戒体 所以我们法师代替各位 现在 佛前拜 九拜 是吧 我们吧 上午把十重戒 借向床丸 就 做五共 用五哉 好吗 然后下午就不用休息了 继续努力 因为四十八条 有一点多 而且有一些可能要解释一下 历史秉宣戒相 上依着菩萨戒摩文 三番起白矣 如等佛子 及得菩萨三具 妙善戒体 以放网经中 赤宣菩萨十重四十八 亲戒相 令如等四相守持 以护体雇 那我想大家就翻到 在十六十八页 六十八页 六十八页第一讲的是杀生的纪律 胡言 若佛子若自杀 自己去杀 教别人杀 用各种方法去杀 或是看到别人在杀 赞叹 甚至以前看到很多人在 尼泊尔在杀牛头 很多人很喜欢看这个影片 站在我们佛秀徒是 看得很痛苦 但是站在世间 他就变成剑作水修 这样好厉害 一刀就断 都不能做 乃至持咒 或是要咒的力量 负面的 还是可以杀掉众生 所以这里面有杀的原因 杀的助缘 杀的方法 跟成就这个杀业 他把它给杀了 这个叫因缘法业 如果成就了 杀业就造成了 乃至一切有生命者 都不得故意去杀 包括蚂蚁 所以各位要了解说 你在煮开水 若不念这个 吻乎是波罗摩尼索哈 你就来杀神 因为各位都知道 水里面有无量的 维系的 你要显微镜看就太多了 你只要洗手啊 煮开水啊 喝水啊 你都要念 佛观一波水 八万四千丛 若不吃吃肉 如此众生肉 就是来杀神吃肉 吻乎是波罗摩尼索哈 这些各位行菩萨道 你就要真实去做 有时候真的忘了 你最好把那个咒语 就贴在水壶上 这是一个方便而已 但是如果每次都能够念 就是多一次的悲心 消失的杀业 所以是菩萨 因其常住 什么叫常住 永远都在的 叫常住 但不执着世间 叫因无所住 却要常住 在慈悲心 孝顺心 所以法王金 最重要的讲的是孝顺 由孝顺自己的父母 才又进一步可以 所谓孝顺众生 变成慈悲 所以对所有众生 要有当作是自己父母 而且愿他离苦得乐 的悲心 方便救护一切众生 而反自治心 快意杀生者 就像那一天 他们带我去看了 吊虾场 哇 那个快乐 可精彩 爸爸带的儿子 都我们去吊虾 活活来烤 加酱油来吃 那那个不是他们坏 而是他们无名 要解吗 但是这样也造了恶业 所以千万不能够放纵自己的 我喜欢 很喜欢赶快给他抓起来吃 和杀身 那这个就是菩萨 普罗一罪 就是犯了 就像断头一样 重戒 所以如果你犯了这个重戒 一定要 找菩萨法师 当面忏悔 而且忏悔到有 瑞相 菩萨戒是可以恢复的 可以忏悔 可以恢复的 这条各位了解 第二 偷盗戒 若佛子自盗 教别人盗 各种方法去偷盗 包括逃漏税也是 那你就等于偷盗到国家的财产了 奏道 道阴道员 道法道业 乃至鬼神 你也不能 今天拜土地公文 你也不能偷 那是他的 对不对 乃至鬼神 有主 结结物 所以 甚至有主人 甚至人家偷的你都不行 一切财物一争一草 不得故意偷盗 和菩萨因生佛性孝顺心 这句话最重要 佛性就是我们的自性 本来就是孝顺父母的 像乌鸦反腐一样 反腐一样 佛性孝顺心 进一步变成对众生平等的慈悲心 常应该帮助一切人 生福生乐 结果倒过来 偷盗别人跟众生的财物者 然后就伤害到众生 违背菩萨的仲介了 第三 淫介 若佛者自淫 邪淫 教人淫 古时候开青楼 开风月场所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很大的恶意 乃至 跟一切 男女 不得故淫 你